好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下 不知道說大家知不知道我自己在經營的 除了YouTube的頻道以外 還有這一個 應該是說我經營的除了羅卡這個主頻道以外 還有目前為止這個eio的頻道 那eio的頻道呢算是比較隨性的一個頻道 就是會跟大家聊聊天啊 然後可能老婆大人也會來拍攝啦 小朋友也會拍到啦 甚至現在連Gary啦 Jeff啦也都會一起來拍一下這些影片分享給大家 那其實除了這兩個主要的YouTube頻道以外 我還有經營的一個FB的粉絲專頁 那有一個社團其實我開了 但是很多人會按加入 我從來還沒有放過人家附近來 因為我不知道開啟這個社團 目前為止有什麼樣的功用 如果說大家有些比較好的建議啦 也歡迎跟我講一下 再來就是有IG IG這個也是我一直在經營的部分 另外呢有一些大陸的朋友曾經跟我講過 B站在網路上面有看到B站 就是Bilibili 有看到羅卡奧CCA的頻道 然後其實還有蠻多人有在專載我的影片 就是會直接把我從YouTube的那個影片 轉過去大陸的B站 其實這麼多平台當中啦 我自己有開了蠻多的 就是幾乎在各平台都有去開了自己的帳號 那也有稍微經營一下 B站呢今天在下午啦 我有稍微在登上去看了一下 最後一次上傳影片的時間 好像是在2018年的9月 那今天我就想說 之前有答應一些大陸的朋友 就想說 上傳B站 更新一下他的影片 然後我請Gary呢 幫我開始從 YouTube轉那個影片過去 轉過去的經驗 其實還蠻有趣的 因為B站嘛 就是在限定的方面會比較多一點 不像YouTube 幾乎你所有東西上去 你大部分都可以 就是安然過關 都是可以給你上的 了不起就是給你黃標 或者是你如果用版權音樂 都要可能給你一個版權音樂標 這些都是在YouTube會出現的 可是你上B站啊 那個影片就不一樣了 整個影片上去喔 其實 因為今天Gary上傳速度算還蠻快的 已經好像接近 快要百隻左右了吧 那有些影片呢 其實就會出現 那個神河沒過關 之前我有看過黑仔熊的影片 他有講過 有一些影片 其實只是出現一些什麼國旗啊 什麼之類的 他可能就是 一小腳幾秒鐘而已 就不會過關 那有些影片呢 我現在看也是 像人中之龍7他沒有過關 我在想說奇怪 人中之龍7 人中之龍7有什麼問題 他為什麼會沒過關 畫面太過暴力 太過血性 太過暴露 是這樣嗎 不太清楚 然後呢 還有夾娃娃機 他顯示出來呢 是 呃 神河沒有過 然後呢 他說那個 影片應該是會被鎖定的 可是剛才Gary又在檢查的時候 他發現 怎麼會有人留言 而且那個留言的時間喔 是距離現在還蠻近的 基本上就覺得說 那個影片他雖然說是被 就是告知我們他被鎖的狀態 但實際上呢他好像 觀眾也是看得到 所以我們覺得有點 抹煞煞的狀態 那其實 更新這麼多的 平台喔 常常也有很多的私訊 留言啊 之類的 大部分我都會 至少有看過啦 可是說實在的 任何時間都要回 真的是有一點點挑戰 像有一些頻道 比較大一點的頻道 他們的處理方式可能會有專職的 小幫手啦 或者是編輯小編等等的 那因為我自己喔 就是所有你們 只要是私訊我東西 都是由我自己親自在回的 除了 信件 就是我有一個合作信箱嗎 那個合作信箱 有時候不是我回的以外 幾乎其他所有的頻道 你只要看到 不能說所有的頻道 所有的平台 幾乎你只要看到 私訊回覆 留言回覆 那個幾乎都是我 大概還有剩下 EI O EI O的部分的話 他EI O 是老婆大人會登陸的 如果是我 到EI O 這個頻道 去做 回覆留言的話 我通常會開 羅卡這個帳號 來做回覆 因為我覺得 就是要讓 觀眾知道說 這是我回的 然後EI O 就是老婆大人回的 這樣子會覺得 有做一個區隔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啦 那其實 平台經營喔 真的是蠻有趣的 因為每一種平台 幾乎都會有 不太一樣的感受 像 FB呢 他在直播的時候 或者是在做一些 他就算是這樣子 如果是TALK的影片 在直播的時候 可能遇到版權音樂 他就會直接把你的 直播強制關掉 這個是我之前在直播的經驗 很久以前 我記得我有直播過 然後 那時候是用個人的直播 然後個人直播 就是跟朋友要互動 自己的 就是私下認識的朋友 來做互動 結果開了直播下去 就因為背景音有那個 板前音樂 就是在放流行音樂啦 然後那個系統偵測到之後 我的直播就會直接斷線 那個是FB的 那現在的FB有沒有改變 我自己是 比較少在直播了 也比較少上傳影片在FB 所以這個地方我是還不知道 IG的部分呢 其實跟FB 目前為止是 算同老闆啦 都是隸屬於FB的 他們兩個也可以連結在一起 可是我沒有讓他們兩個連結在一起 因為IG其實我 雖然說用了一陣子 而且在昨天也剛 那個 那個數字 追蹤的數字也剛破1萬 還蠻開心的 說實在蠻開心的 因為IG 好像 恩 在使用的人並沒有那麼多啦 但重點就是我對於IG這個 社群軟體這個平台 其實我沒有那麼熟 所以沒有很多功能 我都不太清楚 像大家會發布一些 限動啦 或一些問題啦 我都是偶爾在那邊 按按按看 有這個東西可以發 但是我還是習慣 只有發照片而已 我不知道說限動跟照片 會不會有什麼曝光度 不同的差別 這個如果有知道的朋友 也可以告訴我一下 因為我對於IG 真的非常不熟 那另外IG 他也有問我說 要不要跟 我的本人的帳號 FB的帳號 做一個連結 我也是沒有讓他們連結的 因為我覺得 自己還是會想要保有一些私有的空間啦 畢竟自己的私人的 像是LINE啦 或者是私人的那個 FB帳號啦 其實這些都是 自己的親朋好友會知道而已 我就比較不會把它公佈在上面的 那這部分我覺得 也比較不適合 比較不OK 那IG的部分呢 就大概是這樣 其實IG呢 我通常都會講比較多一些 個人的心情啦 或者是一些比較有趣 及時性的東西 我都會把它PO在IG上面 那FB呢 其實大家也 看得到 FB的話我的經營方式就是 會有一些 導流 導影片的東西 然後呢 也會分享一些些 心得文 或者是偶爾 非常非常偶爾會分享個影片 還有非常非常偶爾的直播 因為我記得我在 去年年初去香港的那一次啊 我就有在FB開個直播 然後大家都覺得很意外 怎麼會在FB開直播 因為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心血來潮 不知道該擺哪裡 我就直接從FB開個直播 因為那個時候就 YouTube那時候的手機 設定直播啦 我自己不太會用 然後FB有用過嘛 所以稍微熟悉一點 我就用FB開直播 所以呢 這兩個平台 還有大致上都是這樣子的方式在經營 那YouTube的話就不用講了 因為我自己的頻道呢 羅卡那個頻道是 每天都做更新 然後就是有3C主題啦 電玩主題啦 這些 呃 我開始做的比較專一點的主題啦 那副頻道呢 其實目前為止 還沒有一個特別專業的主題 大部分可能就是我的Talk 我的想法 還有一些 比較隨性的部分 或者是偶爾突然想上一個 告知觀眾的影片 我可能會把那個影片 就是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老婆大人拍的 或者是我們的家庭拍的 或者是有時候跟 朋友 就是我們的這個 羅卡裡面的工作室 一些小互動 也可能會拍在這個頻道上面 這就是我目前為止 平台經營啦 比較多出來就是 最近的那個 Bilibili 真的是 他的營收會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只是想說 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多一點點曝光 因為其實有不少人 不是只有台灣人在看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 主頻道 羅卡這個頻道啦 大概只有75% 是台灣人在觀看的 那有蠻多都是來自於世界各地的朋友 會到我的頻道來觀看 所以當然也就希望說可以增加多一點點的曝光率 最近呢就更新的 Bilibili這個頻道 但是他真的實在是太有趣了 才會拍這支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 有一些影片呢 真的不是 我不想要放在 B站上面 而是我今天呢 上傳之後發現 越來越多的影片是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樣 但是就是 沒有辦法審核過關 所以如果說有看到這支影片的朋友 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 B站呢 他不會有 很 當下的活動 因為我有些影片 可能會辦什麼 抽獎活動啦 辦一些什麼 跟觀眾互動的 活動啦 這些呢 都不會在B站 做一個即時的曝光 因為我的B站 可能是想到更新 沒想到就 就先暫時 算了這樣子 那也希望說 在未來B站呢 可以幫我的主頻道 副頻道 帶來更多的人數 好不好 希望啦 希望真的是這樣 那我自己會再 繼續努力一點 如果說大家還有 發現什麼新的平台 蠻有趣的 可以去稍微經營一下 我同樣的影片呢 可以放到更多的平台上面去 也歡迎告訴我 希望呢 可以把這些平台 稍微填滿一點 那最後呢 就是 其實在創作者的 交流裡面 有時候跟像 老爸 我是老爸 跟更多的創作者 他們交流 就是會了解到說 為什麼要經營這麼多的平台 主要就是因為 假設今天YouTube 像之前發生的那個 黃標內容 那如果他黃標 一直出現在我們的頻道裡面 有一些人 甚至是出現到 他只要上傳影片 就是先黃標處理 那當然那不是我 可是如果說有一天 他的法規 他的規範 真的變成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也許 經營多平台方式 就是可以在別的平台 繼續重申 然後不用完全的 就是從零開始 我們可能可以從一個 有助跑過的平台 然後稍微再重新開始 這也是在 經營多平台的 辛苦當中 可能會得到的一個 比較安全的 風險 承擔吧 這要講風險承擔嗎 應該說分散風險 好不好 那也希望說呢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自己現在 蠻用心在 經營的 主頻道 副頻道 還有我的 FB跟IG 那B站的部分呢 就是大陸的朋友 如果說有機會 有興趣 好奇的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只能說這個頻道真的是 B站的頻道啦 沒有辦法看到所有的影片 也不會即時的跟隨所有的活動 那那邊我也不會去 太長去回覆留言 因為實在是 太多平台了 最後就是 私訊我的 真的有時候要跟你們講一聲抱歉 因為實在是 太多太多的訊息了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大概 可能一個禮拜 或者是 幾天之後 我抓一個比較有空的時間 我來一次回覆 因為我覺得 今天回覆啊 就是 不要說我跟妳講個兩句 然後我人又忙了 又離開了 然後等一下你可能也沒得到一個答案 就是講一半這樣子 我會想說盡量都可以跟每個人講到告一個段落 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回覆方式 那每個人的留言啦 相信只要有私訊過我的 我的留言喔 真的都會 回蠻多的 尤其是你的私訊 我通常都會回蠻多的 除非你真的是講那個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的 我可能要按個讚 或者跟你 哈哈 兩個字這樣子 的回覆 不然呢我通常都會盡量回到你的問題可以解決 那我通常也會回的是我自己親身有遇過的問題 有親自去做過的 如果說你問我的東西呢 我是沒有玩過 或者沒有體驗過 沒有用過沒有發生過的 我也會告訴你 我可能就是 真的不知道 那如果說你今天真的找到解決方式 也可以告訴我 你是怎麼解決的 那通常我再回這樣子的問題 我自己也會在網路上面稍微找一下 這個問題有沒有寫答案 是很容易找不到的 如果找到的話 我也會回覆給你 好不好 那如果說是 那種 我比較久才回你的啦 在這邊跟你說是不好的意思 好不好 感謝你的支持 謝謝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拜拜